上千名的匈牙利民眾聚集在檢調辦公室前 而所有群眾都環繞著勇敢公布證據 與當局對抗的吹哨者 馬扎爾在近日將他與前妻前司法部長 瓦爾加談話的錄音內容公布 而在錄音檔中瓦爾加提到 總理奧班的內閣首席部長 曾經向偵辦一起賄賂案的檢察官施壓 將部分證物刪除 馬扎爾表示 他已將這份錄音檔交給檢方 檢方也承諾會調查 然而憤怒的民眾仍然要求檢察總長下台 我認為我現在的政治家 不然我不會變成懶惰 我認為我沒有誠意 我認為我沒有誠意 我都沒有誠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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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淮宇新聞》方一支綜合報導